一名男子独自的驾车到玉里的安通越岭古道一探美景 但是不知前几天连日大雨山区的路况不佳 道路泥泞 车辆受困山区而无法动弹 于是向警方求救 而警方也立刻前往救援 一名男子独自驾车到玉里安通越岭古道一探美景 但是殊不知前几天连日大雨山区的路况不佳道路泥泞 车辆受困山区无法动弹 因为道路狭窄导致汽车右侧车轮陷入湿滑的泥泞当中 以至于车辆空转无法动弹 而郭信男子尝试前进以及倒车多次之后仍然无法脱困 于是来求助警方 你现在要去爬山啊 爬山 你有来过吗 没有来过 第一次来 对就是那边先进去 乐盒派出所马上派出三名远景到场协助 尝试以推车的方式将汽车脱困 但是都没有效果 在检查汽车没有明显机械故障之后 立即协助了联系修车场到场来救援 无奈的是星期天业者都休息 在所长稷而不舍的联络以及拜托之下 业者终于点头愿意到山区来协助脱掉 让车辆顺利脱困 也解决了郭信男子的困境 通常开这种车没办法 你要开这种像吉普车那种越野的 对啊 对啊 这种一般的自小科没办法攻这种 不然你可能就是要停在这儿然后走 因为你一定都会刮到底 而分局长陈伟文说 当民众需要协助的时候 同仁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及时伸出援手 民众有需求时 警察同仁总是不辞辛劳 无用无悔的默默付出 民众有需要的时候 同仁也会跟民众站在一个阵线 也希望民众在看见同仁辛劳的执勤时 能够多多给予掌声以及鼓励 让同仁更有动力跟平静 记者高雄雄玉礼镇采访报道